其实我的工作是一个 不要人很羡慕的工作 因为工作的内容就是 世界各地到处去旅行 我希望他的决策 应该是一个不是主人 和宠物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两个平等的 伙伴之间的 一种旅行的关系 前方有一个插路 我会让他来决定 他怎么决定 他可能就是往 哪一边看了一边 要好 听你 我会往那边走 这样的话我想 整个的旅途 应该会非常不一样 太美了 Pony 标准贵宾权 两岁 他的主人白瑞 是我的好朋友 前一阵子 白瑞突然调动工作 要到成都去 于是由于时间紧张 他就把狗 暂时放在了我家 Pony 你碰死他 黄金 我跟你说正经事啊 一会儿你说着看球 玩具给你玩 不要打扰我看球 生间了吗 其实我有一份 会让人羡慕的工作 好了好了 我要看球了 一边玩去 工作内容 是世界各地 到处去旅行 Good boy 对我这种工作性质的人 养狗本身 就是狠成问题的一件事 看会儿球老实点 每当我回来的时候 看着他对我的那个状态 会让我有一些 非常酸楚的感觉 觉得很对不起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 尽管我家空间 还是很大 但是Pony活动的范围 只是阳台的那个地方 只要外面 有一些动静 他就会往阳台 那边去张望 其实只有我知道 他就是很想出去 所以这回回来 我突然间 想到一个办法 为什么不带着他 一起去旅行 一个男人和一条狗 一起去看世界 也许我可以通过他的视角 去观察周围的一切 很有可能 会对我自己本身的工作 带来不一样的灵战 来 大人 这个日期那边哪天方便 我这两天随时都可以走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Pony怎么带啊 它这个长途旅行城吗 Pony毕竟是白瑞的最爱 正好他前一阵子说 他那个四川那边的工作 已经稳定下来了 然后说那你就把这狗给我送回来 然后Pony呢 天天在家里闷闷不乐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说那干脆 咱都别憋着了 就一起出去玩吧 Pony 过两天我们去找你爸爸 怎么样 怎么样 开不开心 算了 听不懂 见到你爸爸就知道了 但是在见你爸爸之前 我们要好好的玩上几天 他爸还跟我说给他买球 这个挺好的 穿出去 定住 然后Pony就怎么动都不怕了 对 这个好 还有那个水壶 喝水的杯子 对对对 这是一个水槽 对这个水槽特别方便 你把它拿起来以后一挤 买这一袋 二周天 不值 不值是吗 行 那就是他了 没想到带狗旅行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吃的喝的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手一样都不行 哎 姐 你说这个狗它会觉得自己帅 会啊 是吧 你给它美容做毁了 那狗也会特别不高兴 这 还有这个呢 还有这个呢 有的狗因为美容做得不好 然后好几天不出门了都有 哎 那是白瑞她自己的话 平时多少年带Pony来一次 啊 美容一个月怎么也得做一次 要不然你又看不见眼睛了 吃吧 Pony 还有做美容 我一个月都做不上你吃美容 哎呀 Pony 你让我刮目相看呀 来来来来来 这次是真的不一样 有一些担心和忐忑 毕竟你是带一条狗出去 找爸爸了 开不开心 但更多的还是期待和心思 哎 别着急 这种旅行方式是我之前完全没有经历过的 我希望我们的角色不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 应该是伙伴之间的一种旅行关系 Pony 别那么心惯啊 坐下 坐下 这次旅行计划是从北京出发 经过张家口 太原 西安 重庆 这几个主要的城市 最后到达成都 全程预计2700公里 我想选择地形地貌差异大一点的地方 让Pony去看一看 因为这些可能是他记忆里从来都不会有过的 以后回忆起来也许能留下些印象 Pony 海外天墨 怀来天墨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天然沙漠 Pony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沙漠 Pony 海外天墨 对我来说 小南新宝镇就是北京周边的一个小县城 但是它的整个环境就是特别的干燥 让人感觉到这个小镇子的附近周围不是沙漠 就应该是荒芜人烟的戈壁 这风这么大 那个大风差点都把我吹倒了 刮风也还好 关键风离开全是沙子 要人今儿别去了 风太大了 我有想过这趟旅行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 这种地方我肯定不会让Pony去 只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这么不顺利 如果明天还是这么大的风 就放弃这一站 不带Pony去天墨了 这个是电子 你的重电子啊 这个是今儿晚上你就在这睡了 好不好 Pony stop stop ok ok 好好吃啊 这一天 这是Pony跟我旅行在外住的第一天 其实我很担心他会不习惯 怕他受到委屈 但是他很快就睡着了 我的心也算是暂时放下了 老天很给面子 今天天气不错 进了天墨才发现 这里不但有影视城 还有一些可以玩耍的巷 但是这些项目都不适合让Pony跟我一起玩 这滑沙倒是不累 主要是往上扑上爬特别累 其实我想带Pony玩 但是呢 这东西他真玩不了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嗨了 你好 这是你们家狗啊 对啊 这是我狗啊 我还以为这是沙漠里的狗呢 慢一点了我们就牵走了咋办啊 你看他自己在这儿 第一就很容易中暑啊 第二就很容易 你看他那么可爱 是个人都想把他带走 嗯 是 你自己在那儿玩着可爱了 一开始会有这样的心理 就是我跟你又不认识 大哥大姐就别这样了 说两句得了 但是其实这事我之前是有发觉 就是好像养狗的人 或者说特别爱狗的人 他们对待小动物 或者对待自己的狗 包括对待别人家的狗 都是那种特别认真 特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后来我想到这点的时候 比较释然 你们是来这儿吗 是啊 我们是 你们是从哪来的 北京过来的 我们要回北京了 你们要回去了 我们是最后一站 叫什么名字呀 它叫Pony P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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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的尴尬相比 Pony的社交要顺利得多 在狗的世界里 交往都是考秀学开始的 Pony这个新朋友叫做TT 是一只贵宾犬 林爽和马延华 每年都会带着他出去旅行一次 你看多可爱 Pony 猜你们这个 太可怜了 我们差点包紧了 你知道不 你们是作业养狗的 是吧 我与马延华夫妇 就这样认识了 他们也为我和Pony 找到了一个 可以一起玩的娱乐项目 这是我和宠物狗Pony的初次合作 在我看来 越野车的形状和速度 应该是能够飙起来的 Pony一定会喜欢 这个拉风的项目 一 二 开车 TT很兴奋 一直都在叫 但Pony毕竟是第一次坐赛车 那个跟拖拉机似的发动机 一打开 他就吓坏了 开起来之后 我必须用手扶着Pony 因为他随时都有跳车的冲动 有肉吃了 我这边开车 我还得抱着Pony 我这不公平 买肉去走 走呗 你开的时候他乖吗 乖 很乖 我们身经百战 他还有点害怕 刚上了 我以为Pony会喜欢赛车 这种又酷又拉风的活动 但是我猜错了 我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 走吧 好 还有一身汗 就是Pony见到沙漠的第一感觉 就是我感觉 他想撒花的跑 想在沙漠上撒野 看见他跟TT在沙漠里 那么欢快地咧着嘴奔跑 我觉得自己也开始逐渐地明白 原来一只狗想要的快乐 那么地简单 其实就是奔跑 追逐 拥有一片辽阔的大地 来 喝点水 来 喝杯 Pony喝不喝 来 Pony喝 来 这样喝 不习惯这样喝 小是吧 你给我们拍张照呗 剪刀手 剪刀手 耶 在天末玩了一个上午 真的是让我又饿又累 本来想在镇上好好吃一顿 但林爽不同意 说狗也玩累了 需要补充能量 他们不能吃辛辣或者重口味的东西 只能回家做鸡肉餐 不好意思啊 你们的熟还得吃熟的东西 是 是 肯定要熟的东西 就是一般就是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就白水煮一下 或者微波炉打熟了 但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煎一下 他们更喜欢吃 说实话 我是非常的饿 林爽和马亚华也一样 但大家还能忍着 先给宠物做吃的 尽管我只是宠物狗的临时主人 但已经深深感受到其中的不意 雪山就在你旁边 但是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高 我挺佩服这夫妻俩的 他们能带着狗去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 而且是真心想和狗融为一家人 这种感觉 可能是我现在这个阶段理解不了的 对 这就是血浴包远 我感觉他常年都是这样 小文 杨文 吃饭啦 也好吃吃的 放你 放你 快点 快点 吃肉了 有 有 有 来 给你吃 在食物面前 再端庄的狗也会放弃形象 现在香味战胜了一切 咱们把碗子放 放下啊 一 二 三 开始吃 看先吃得快啊 来来来来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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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一 二 三 童子 上 童子 吃饭好优雅 今天都吃完了吗 童子 看来就不吃完了 童子 童子 太逗了吧 把我们的碗都舔干净了 童子 你的蔬菜没有吃完 童子 把他菜吃了 你在吃 你看他不爱吃蔬菜 discovers 自由 不是 Dums Sup 小朋友mare 要吃蔬菜水果 跟林爽和马延华告别后 我和Pony也启程了 山西太原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 距离怀来天末530公里 开车预计8个小时 我不敢保证Pony能在这车里 待这么长时间 只能是尽力地往太原赶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 宾馆酒店非常多 在这里找住宿的地方并不是难事 所以我并没有在网上预定 任何的住宿场所 这个还让我挺意外的 因为在国外的好多酒店 越高档的酒店 它对客户的需求更加的细致不微 谢谢啊 不好意思 心机得没办法 就太原这个地方 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标准 这可以带宠物住店吗 可以啊 不可以 对 这个不能随便浪费到 谢谢带宠物 我有点预感 我和波尼今天晚上要露宿街头了 我想多问 就是兴急的快捷的 包括私人的一些酒店 都问你们 肯定会让 会有让进 从下午的五点半开始 我已经连续问过大小酒间旅店 全部都已失败告终 开车的辛苦 加上找酒店过程中的反复受挫 让我感觉很疲惫 如果再不成功 我和波尼就只能睡在车里了 再试试 为了向酒店工作人员证明 波尼很听话 我决定释出最后的杀手锏 让波尼学忠死 波尼 波尼 坐 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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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话了 你掉了眼睛 关键时刻 波尼 这个装死的这个东西 是白瑞之前在我面前表演过的 我觉得挺好玩的 因为这个动作在电视里也经常看嘛 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 我让波尼做这个动作 好像不太行 还好 那天运气不错 波尼很给面子 差不多了 波尼赛 我累一天了 你在这好好歇着吧 我出去溜达 乖乖的 这次旅行 本质上来讲 应该算作专门为 Pony设计的 本来挺期待的 比如说你在沙漠 玩得挺开心 但是 路途越长 或者越往后走 你会发现 可能 你觉得狗会开心 但是狗并不会这样想 出发五天之后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 有可能 这次的计划 本来就是错的 在出发五天之后 我发现 我跟Pony之间 还是不够了解 有些隔膜 热不热 今儿还挺凉快的 所以我决定 今天带她去一个新的地方 Pony 我专程来拜访的 这个人叫做田月华 是国内推行宠物正向训练的 训养师 Pony Sweet Pony Sweet 他名字叫什么 Pony Pony 是他先前的 有一个主人是吗 现在你是帮忙带 我想跟田月华取一次经 解决自己和Pony的沟通问题 彬彬是只五岁的小公狗 和Pony一样是标准贵宾犬 她被送到这里 接受训练才两个月 但已经学会了 听从十几种口令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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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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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y Pony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说干嘛就干嘛 人家还能把那个递东西来 Pony Pony 你看 不高兴 他还挺有脾气的 其实和狗狗的这个交流 我们说经常你要去表扬你的狗 其实很多主人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在他不听话的时候会说他 Pony 设计的 我想让他感受到旅行的快乐 但五天下来我还没有找到头绪 在田老师那儿学完之后 心里有谱多了 因为至少知道该怎么去跟Pony沟通 接下来的旅行也就放心多了 下一集中 我和Pony将在山西湖口瀑布 偶遇倔强的大花驴 在三门峡雪花谷 来一次人与狗的遭流 你好 你好 在陕西省的宝西县 为流浪的小狗寻找他的新主人 佑点 佑点 你去哪儿呢 Pony come Pony Pony